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甲酒中毒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般的真酒只含有乙醇 而一些黑心商人为了降低成本而加入了这个甲醇 这个酒我们就称它为甲酒 喝了甲醇后我们身体的酵素Alcohol dehydrogenase 会把这个甲醇转换成甲醇 甲醇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福马林 甲醇虽然有毒性但还不是最可怕的敌人 甲醇之后就会被我们的这个 Ldehyde dehydrogenase酵素转换成甲酸 甲酸就可怕了 它可以使细胞坏死 破坏神经系统进而导致失明 一般喝了甲酒我们会感到头晕 无力开始想呕吐 视力会开始模糊 你们猜猜医生给的解药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用甄酒当作解药 以毒攻毒 甄酒之所以可以减缓甲醇中毒 是靠抢走酵素来办到的 同样的乙醇也就是这个甄酒下毒后 会被我们的这个Alcohol dehydrogenase酵素转换成乙醇 乙醇之后就会被我们的Ldehyde dehydrogenase酵素把它转换成乙酸 有趣的是Alcohol dehydrogenase对乙醇的亲和性会比较高 换句话说就是Alcohol dehydrogenase酵素比较喜欢乙醇 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 当血液中的这个乙醇浓度够高的时候 身体的酵素就会被乙醇给占据 酵素就不会将甲醇转换为毒性较高的甲醇 让甲醇直接被排出体外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有些人喝一点酒脸就红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体内的酵素 Ldehyde dehydrogenase不够活跃 进而导致乙醇不能成功被转换成乙酸 乙醇堆积在体内会使血管扩张 就会表现出脸很红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